真的啊 所以常常嘴巴 对啊 他就是在那边 不动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错 今天至少 这个东西会慢慢慢慢进步 而且他今天 昨天 有一个护士过来 那护士问他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你是护士 哇好高兴哦 而且前几天讲话的时候呢 他就 嘴巴这样 嘴巴这样子动 但是呢 就没有 没有声音 没有质 这样 可是他 昨天 他讲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 啵啵啵啵啵 这样子 直接就讲出护士 我们今天可以问一下 妈现在是谁在帮你弄 谁在帮你弄啊 这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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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医师还是护士 嗯 上面写什么 那只可能太小了 他可能要有眼镜 他要戴眼镜 那这位是谁 这边 那这位是谁 我可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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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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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一动 很好 我们昨天给他脚 做很多的按摩 就是说他可以配合的动作 他今天脚会动 昨天我们花了很多精神 在做的脚 你看他的颜色 你看一下他的颜色 是不是比我们那天照的好很多 其实血色还不错 连那块也 今天也退了 那红的也比较 颜色也比较 我们昨天花了很多精神 在对他的脚 不过这两天他就是吃的比较不好 然后所以我们这次点滴其实也有再给他做一个寒糖的点滴在里面 你看他今天的眼睛 你看他今天比较亮 比较眼精神 妈 她是谁 早安 早安 你说早安 他其实嘴巴好像有东西 对对对 先吃掉 先吃掉 嘴巴吃进去 嘴巴里面东西吃掉 囤进去 刚刚我弟弟帮忙喂 那个 帮忙喂香蕉 这是谁 他是谁知道吗 他叫什么名字 那你先吞进去 先先吞进去 先吞进去再说 如果说可以的话 他吃的东西就是 精神不要是泛力 要泛力 就让他软一点 比如说像蒸蛋布丁 那稀饭这样子 因为他也没有糖尿便 所以其实这些稀饭是没有关系的 那他比较好吞 不然他就是吃了 吃了久的话 相对他吃的量就少 对 所以精神还是给他能够比较容易吞的东西 吞进去了吗 吞进去了没 嘴巴打开来看看 嘴巴打开 嘴巴打开 这样吃的东西才多 嘴巴打开看看吃完没 然后吞进去